我想這次19屆二中全會 它公報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告訴我們 在未來的全國人大上 習近平思想會寫入憲法 當然他寫的形式呢 他是會把前頭幾個遺骨腦都寫進去 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然後才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不過比較起來呢 因為唯有提出習近平思想的習近平本人 現在是在位的 因此呢對所有這種各種思想的 最終的解釋權是在習近平手裡 所以這就使得習近平獲得了空前強大的權力 達到了和毛澤東、當年毛澤東相媲美的程度 不過呢這並不等於說 習近平就成了中共 中共紅色統治的所謂定海神針 因為我們知道 所有的專制統治者都是不得人心的 都是背離民意的 不過呢有很多專制統治者 至少在專制統治集團內部 在他的同僚、同黨中間 還是能得到比較多的認同和自願支持的 而習近平呢是靠整人起家的 他一方面呢更嚴厲地整老百姓 另一方面呢也很嚴厲地整他的同僚 整他的同黨 習近平的權力之所以比他的幾個前任要大 就因為他靠整人立威 對 但也正因為他的威是建立在整人之上 但也正因為他的威是建立在整人之上 並不是來自別人的自願支持 那麼習近平在他的這個中共內部 所能得到的自願支持和認同 要比他的前任少得多 那潛在的不滿呢要多得多 因此呢即便是作為專制統治者 那習近平的權力在他有他強大的一面的同時呢 也要他的這種脆弱性 他的不穩定性 因此即便對專制統治而言 這種方式的權力 一般來說也是很難持久的